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小风就感觉冷 虽然我很能忍 但那次的状况是冷热焦工 实在是忍到受不了 才向那户求救 后来我写了纸条给助理奸箱 看看有没有人能够刮杀或换位置 结果那位助理奸箱看到纸条 皱着眉表情很凶 非常严肃 还用力地摇头拒绝 让我有点被吓到 一直到现在 我那个被吓到的感觉还是很清晰 所以我想跟法师建议一下 担任助理奸箱的菩萨 一定要态度柔软 照顾到沉重的需要 助理奸箱要柔软 没错 但是你要求要刮杀 也有点不太合理啊 那至少可以换位置吧 可是我觉得那位助理奸箱没错啊 哪有人在禅期要求刮杀的 而且禅堂的位置本来就有限 如果你的位置可以换 那其他人是不是也可以换 你这样讲就是太没有同理心了 会把禅重吓跑 我们学禅 不是要练习慈悲心吗 法师 您说说看 我这样讲合不合理 嗯 在你讲的那个过程中 你有没有发现 你是想改变外境 就是希望有人帮助刮杀 或换位置 达到你的心愿 是 没错 但那是因为我身体非常不舒服 如果不处理 我根本无法好好打坐 那助理奸箱 不是要协助禅重安心打坐吗 他这样不是没有尽到责任 所以后来 我有碰到那个人几次 每次看到就心里不舒服 是的 一般人是这样反应没错 但是 你有观察过 这件事已经试过境迁 假设那位助理奸箱改进了 那是他的成长 那你能发现自己 可以成长那些部分吗 成长 成长什么 我是指你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 这里有成长空间 你有发现什么吗 我知道 法师在讲心中的妈妈 不是妈妈了 可是 我觉得事情要处理 我们不能硬是套用一个观念 来框住自己啊 心中的妈妈不是妈妈 我在法师演讲时听过一次 但觉得那是理论了 你说的没错 观念 不是要框住自己 事实上 心中的妈妈不是妈妈 并不只是观念而已 而是觉察后 体会到的事实 我来问一下 这件事发生多久 大概是两年前的事 这件事 你跟多少人讲过 讲的时候感觉如何 应该超过十个人吧 我打禅妻这么多年 从来没碰到过 这么强势刚硬的助力奸香 到现在讲起来 还是很不舒服 一年难得一次的禅妻 就这样搞砸了 你有没有发现 那位助力奸香凶你一次 你凶你自己十多次 我凶我自己 可是我讲的是事实啊 好 大家跟着我的引导 一起把心静下来 清楚臀部接触地面的感觉 清楚脸部放松的感觉 把放松的感觉往下延伸 清楚颈部放松的感觉 把肩膀的力量放掉 肩膀不用力 放松的感觉延伸到手臂 手掌 在沉添之后 在沉添之后 暂时不判断 放下各种看法 单纯回想那件事 比如那个人的长相 事件的过程 还有当时的你跟蝉添的状况 等等 然后觉察一下 看看会发现什么 我觉得 要单纯回想那件事的画面 变得比较困难 事件过程也变得片段不连续 然后 只记得那个人 好像头发短短的 脸部表情严肃 样子 有点模糊 然后 我现在要感觉 那时候的不舒服难过 也不是那么清楚 嗯 很好 那么 现在 你对那件事的看法是什么呢 感觉 好像哪个地方 不太一样 沉添一下之后 对那件事情 那个人的感觉 好像没那么强烈 可是 我觉得应该是 这个人我很少见到 若是经常会看到的人 那应该会不太一样吧 那这样好了 你应该经常会看到你妈妈 那你想到你妈妈的时候 你觉得就是她吗 当然就是我妈妈呀 不是她 难道我会无中生有吗 你想到你妈妈的时候 心里浮现的影像清楚吗 清楚 至少比刚刚那位助理奸乡清楚 假设就像照片一样清楚好了 你的手机里 有没有你妈妈的照片 有的话现在拿出来 好 我问你 这张照片跟你妈妈本人 有哪些不一样 一样啊 那就是我妈妈 你们其他人呢 有发现哪些不一样 我看到我妈妈的时候 会动 会讲话 但是照片不会 本人会微笑 我讲话他会回应 但照片不会 如果是影片呢 影片里的人也会动 也会讲话 会笑啊 好 我来指出有一万种不一样 甚至是一百万种不一样 从会动来看 照片不会动 影片动的模式 只有一种 但是 你妈妈本人 每一个瞬间 可以有非常多种的选择变化 可以从坐着 下一瞬间改变坐姿 或是站着 躺着 全身肌肉经过的变化 有无限多的可能性 你难过的时候 妈妈会安慰你 拥抱你 照片里的妈妈不会 你肚子饿了 妈妈会煮饭给你吃 照片里的妈妈不会 你再看看她的表情 各种情绪 反应 每一瞬间 是不是永远会有全新的变化 再来 你送礼物的时候 送给照片的妈妈 还是送给你妈妈本人 谁会接 谁会高兴 再继续讲下去 每天生活起居 与莫动静 互动交流 只有本人 才可以这么灵活地运用 照片 没这能力 最关键的是 照片 没有心 本人有心 你在心中浮现的影像 就像照片一样 法师这样讲 我还是觉得经验上 不易打破 刚刚你回想那位助理奸乡 你从经验观察 当下浮现她的影像 有办法跟她 有办法跟她互动吗 有心吗 这 这些观察 不是用思考推论的 否则便会变成道理 道理有时候会有用 但也可能变成障碍 所以 刚刚才会让你放松 安定一下后 暂时不判断 放下各种看法 单纯地观察 心中浮现的影像 刚刚那个小体验 确实让我有点 小小的冲击 我发现到 心中浮现的内容 大部分是自己的 各种情绪跟判断 那件事 很难在心里 百分之百重现 至于说 心里想的那个 不是她 不是我妈妈 我还是有点保留 但我会好好观察看看 很好 光只是相信 虽然可能有用 但是自己体验到 那更有用 好 我回去会好好用方法练习 刚刚梦里 是妈妈在数落我吗 明明就是自己的梦 妈妈也不会进入 我的梦里 我梦到的是她吗 梦里那个被骂的是我吗 梦中的委屈 现在完全烟消云散 原来 梦里的一切 根本是我自己 创造出来的 是自己的念头 形成的现象 根本没有骂人的妈妈 没有被骂的我 法师讲的 心中的妈妈 不是妈妈 我似乎有点明白了 刚刚你描述 做梦后起来的体验 有没有感觉到 是一种全新的发现 是的 当发觉到 心中的影像 里面没有人 这些记忆影像 一样会出现 但是我对待 她的态度 开始不一样了 之后的打坐 便很有感觉 不会像以前 在方法跟妄念之间拉扯 因为发现 她只是自己的念头 不会纠结在那个人 那个事情当中 很快就可以放掉 然后继续用方法 对 我们平常对待妄念 是把妄念当真 然后努力要离开妄念 当我们发现 念头里没有人 没有事 纯粹是法尘影视 这是更可以了解 经典里讲的 妄忍四大 为自身相 六尘圆影 为自心相 心中浮现的影像 没有人 没有我 没有事 我们却颠倒地 以为都有 因此 不断地跟这些幻影搏斗 当发现到 它就是幻影 我不需要改变想法 也不需要努力 除掉烦恼 就像把草绳看成蛇 心中生起恐惧心 然后 我们努力要除掉恐惧心 或者说服自己 蛇也是众生之一 我们要对蛇慈悲 想办法转变心 想办法转变心态 却没发现 自己看错了 当我们看清楚 草绳就是草绳 也就没什么要处理改变的 就像对心中的影像 认为是人 是对方 那就像把草绳看成蛇 当我们发现 没有人 没有事 只是念头 那就是幻影草生 自然就很容易放下了 是的 非常感恩法师 这让我感觉 禅修很实用 因为在平常生活中 经常都要用到 回忆记忆 虽然我还是会 落入平常的惯性 但现在 可以有全新的角度 来观察运用 回忆与记忆 让自己减少烦恼冲突 也让我对禅法 越来越有信心 圆绝金云 云和无名 善男子 一切众生从无始来 种种颠倒 犹如迷人 四方异处 望任四大为自身相 六尘圆影为自心相 辟比并目见空中华 即第二月 善男子 空时无华 并者望直 由望直故 非为 获此虚空自信 亦附迷笔石华生畜 由此望有 轮转生死 故名 无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世纪